他只上到小学五年级 二十五岁时是部队文工团团长 三十八岁直到出经典电影早春二月 中国电影大师谢铁离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 在海南三亚隆重举行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发生在终身成就奖颁发环节 谢静 谢铁离两位导演一起获得这一殊荣 当时恰逢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 那一年已经八十岁的谢铁离 在获奖感言中 依然表达着对中国电影未来的深切希望 我的年龄可不到九十上下 我联想到我们下一个百年 明年就要起步了 这个起步我们要向世界电影高峰攀登 当谢铁离放眼展望中国电影又一个百年来临的时候 为了既往开来 他身后曾经走过的电影创作之路 以引起电影专业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 有一种说法 就是一个导演一身只拍一部作品 这就是法国所谓的作者电影人员 但是其实也可能就是说 他是一个导演的多方面 那么我们看到谢铁离的一些创作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出开包房者语 早春二月这个代表性作品之外 也改编过《红楼梦》 特别是样板戏 自取为富山 很多人并不知道 曾经陪伴八亿中国人的只有八部样板戏 而其中有五部样板戏电影 都是由谢铁离导演的 不管是面对顺境还是逆境 谢铁离都能找到自己的创作角度 这也引发了人们的好奇 谢铁离很少有一个人政治觉悟有像他那么敏锐 那么能够适应时代 而且还能讲究艺术追求 好像看起来比较矛盾的东西在他身上能结合起来 为什么人家说他什么时候他都能找红 就在谢铁离捧得终身成就长的同一个月 中国电影出版社特意出版发行了 谢铁离的传记《两部跨生平》 专门负责谢铁离口述十路的作者傅小红 至今还没忘记 当初刚接手这个项目时 对谢铁离人生经历的种种不解 我没有见到谢铁离之前 我了解他的生平 一个在部队里面 文工团的这么一个团长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怎么会来搞电影 怎么可能能当上一个那么优秀的电影导演 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跨度很大 就是很难理解 我就觉得这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一样 谢铁离的传记为什么取名叫《两部跨生平》 他的人生经历到底是什么样 他为什么擅长驾驭不同题材的影片 又为什么能够在不同的时代都有所创新呢 如今尽管谢铁离生命的钟摆 已经在他九十岁的时候永远的停止了 然而当作者傅小红依然为心中的疑惑找寻答案是 今天的人们也可以在保留下来的采访录音中 近距离去聆听电影导演谢铁离更多的成长秘密 我家一直就是在华银城里 当时老华银城就叫清江府 那个天下年上黄年经过华银 就经过我们清江府那个病 清朝末年 谢铁离的爷爷曾在清军陆营下属的伟荡营里担任守备 专门缔拿泛运私盐的非法盐商 后来随着清朝的衰亡 运河不再像以前那样热闹 谢家家道中落 谢铁离的父亲做过管杖先生 当过文书 他的薪水支撑着全家人的开治 谢铁离出生前上面有八个哥哥姐姐 因为家境贫寒 其中有六个不幸患上白猴症都夭折了 1925年12月27日 谢铁离出生了 他成为谢家上下最疼爱的一个孩子 从谢铁离后来的采访录音中 人们能够感受到谢铁离童年的温暖美好 我是最后一个了 南海的一般是一个金的八角的罪子 我是两个罪子 好远啊 我印象最深的我父亲母亲 他们从来也没有找过家 性格非常温和非常凡量 父母的性格造就了谢铁离人生最初五年的平静和温暖 但是这个愉快的童年记忆 却在1930年7月的一个清晨被打破了 而这个突发事件的产生 与谢铁离的大哥谢冰岩有着直接的关系 谢铁离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在五岁时就听到共产党三个字音 当时我的大哥谢冰岩一夜未归 清晨六十许 军警闯入家门 母亲拦门应对 我躲在房门后不断听到 谢冰岩是共产党 你的儿子是共产党 接着就搜查大哥的房间 搜出共产党的传单 国民党警察到谢家搜查的前一天 已经抓捕了谢冰岩 搜出共产党传单后 谢冰岩被判无期徒刑 关进了距离谢家不远的怀音监狱 由于谢冰岩比谢铁离大十六岁 年幼的谢铁离经常去探监 而正是这段经历 对谢铁离确定未来人生方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即使数十年后谢铁离接受采访时 依然对那段日子刻骨铭心 我跟这个年龄的距离差距太大了 他也是共产党有学问 我想要他都痊愈了 我要去跟他送点饭 谢铁离每次到监狱里面就像到了家一样 所有人都认识他 然后他到处走到处去玩 乐园一样 没有让他觉得内心有阴影 反而是看到掌兄的这种平静和接受 对他来说就是说 当苦难或者是不公正来临的时候 就是接受他 这个造型管什么辣椒嘴 没有白眼 我打听一下 我就很少白眼 一般碰到问题 随我发牢 他的掌兄 对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他掌兄当时就是受徐志摩他们的影响 会写一些诗歌 革命思想方面的宣传 这些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爱看书 然后对文艺的一种好感 另外就是对革命 对共产党的一种同情和好感 这都是在那个时候埋下的 在我们少年时代 他在弟弟弟幼少的心中 种上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人生沧桑 世事难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 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 连共抗日的主张 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在这个背景下 被国民党关押了七年的谢冰岩 得以释放 他出狱后 很快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上 又离家远行 积极投身到抗日旧亡运动中 当时12岁的谢铁离还在上小学 但是在战争年代求学并不容易 1938年 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 学校停课 小学六年级还没有开始读 谢铁离就被迫辍学了 两年后 1940年9月的一天 已经参加新四军从事党的新闻工作 担任文化特资书记的谢冰岩 特意回家接弟弟谢铁离 将他送进新四军 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谢铁离终于可以像长兄谢冰岩一样 投身革命 加入新四军 而那一年 谢铁离才15岁 谢铁离是家里面最小的儿子 父母亲哥哥 他是非常非常的宠爱的 一个小男孩 离开家 然后到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 然后呢 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一个男孩 然后就是他成长的特别重要的一步 革命部队这个大熔炉 加快了谢铁离成长的脚步 在新四军淮海军政干部学校 只进行了短短四五个月的学习后 1941年 组织上发现 谢铁离具备一定的文艺才能 就把他分配到淮海巨社 也就是后来的淮海区分区文工团 成为一名文艺兵 这时只上了小学五年级的谢铁离意识到 自己文化知识掌握得太少 他开始千方百计 想办法弥补这个不足 要靠自己 看点书 找这么几本书 有的是他们从这个华中奴役带过来 有的是在哪个小城市 把张找出来的 你想下眼的 卢心的 偷慌啊 麻烦啊 就是你都看好 知道自己不足 就刻苦努力学习 这使得谢铁离不但成为文工团的戏剧教员 而且还开始进行话剧剧本的创作 先后撰写了《海城起义》 《吹灯》 《不屈的人们》等剧本 演出后反响很热烈 战火硝烟激发出谢铁离的各种潜能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 谢铁离已经是一位年轻的文工团团长 那段日子 在谢铁离半个多世纪后的采访录音中 依然洋溢出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豪气 我当文工团团长 三四黄克城部队的 那时候我因为才二十岁 又瘦小 我站在门口 政治部一个通信员就来发一个通知 就问你们团长在吗 我说你找他有什么事 然后政治部有一个通知我要交给他 他在哪呢 我说我就是 他有点奇怪 另外那个通信员的年龄 比我小不了多少 二十岁的谢铁离当上文工团团长的时候 爱情在他的身边出现了 十九岁的文工团副指导员王霞 与谢铁离工作中接触多了 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 不过战争年代的爱情 并不是和平岁月中的人们所能想象到的 在谢铁离的采访录音中 今天的人们听不出太多的浪漫 我们有了一点感受 等现在不一样 从来没有说谈谈我爱你 你没有说是想花钱为下 赞铺那个时候呢 部队里有一个关于婚姻方面的一个条件 三把五团子 三把是子年龄 三十八岁 要五年的革命历史 要团以上的感情 那我就不够调整 所以因为恋爱 他们两个被分开了 王霞去了另外一个文工团 我想对他来说 其实是一个打击吧 或者叫一个挫折 但他说起来的时候 他也就说没什么 我也反复问我他 我就说您就是 比如说遇到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 比如说大风大浪 然后呢生呀死呀 苦难什么的 为什么还能保持这样的平静 有点无情的那种感觉 接触过谢铁离的人们 对他性格中那份出奇的平静 都十分好奇 其实在谢铁离看来 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死 在一场正义战争面前 都会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谢铁离随部队参加过一些重大战役 如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等 那些在硝烟中前赴后继的战友 把身影永远地留在了谢铁离的记忆中 相伴终生 提到年轻都是十几岁 你看着那个 朝那个晨天上 啪啪啪啪就朝来掉 烧焦的 提到钱上呢 在工具以前 我进了一个班 我在那个班里跟他们都很熟 发动总工以后 班回了 我再到那个班里去 有一两个人我还认识 其他都不认识 一个战役下来 起码一大半 全没 我打得难过 不敢在任务 使用人们也没联络 我们都能做好天 我帮助亲密战争 排这个女士的实体 战争是残酷 你还死多少人 与谢铁离拥有的这种朴实情感一样 千千万万个无名战士 在为了推翻一个旧社会 成立一个新中国的道路上 倒下去 就再也没有起来 谢铁离铭记着这些战友的牺牲 这也深深地影响着他在战争结束后 对自己事业方向的选择 1949年年底 为了加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中央组织部发布了一道命令 要求全国各个军的文工团抽掉三名骨干分子进京 到中央电影局工作 这其中就有谢铁离 谢铁离的人生走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 一边是作为25岁的文工团团长 在熟悉的部队里继续提升发展 而另一边则是要作为一名25岁的新人 去挑战自己完全陌生的电影创作 谢铁离该何去何从呢 一直在部队里面的话 将来他也会有一番作为 因为他毕竟那十年都在部队里面 但是他这时候他就选择了来北京 到一个全新的领域里面 这个看起来不合理 其实就是愿意接受挑战 比如说从戏剧 转向电影 然后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比如说北京 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这都是他就是那种 看起来平静的 这个外表之下 他的主动的一种选择 我发现他这个人 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 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他确定了这个思路的话 他是不会改变的 谢铁离到北京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各行各业百废待新 谢铁离将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呢 原来他们在部队调来的还是有一些希望的 后来一看水平都不高 谁对部队来的呢就希望不大 你想想部队的文工团的演员 他哪懂得那些电影呢 都土包着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的电影其实有两个传统 一个是上海电影传统 我们有一个发展轨迹 但同时有一个延安电影传统 那么谢铁离作为一个 从部队文艺骨灌调到电影界 重要的一点 你还得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离出点 1950年7月 由于电影局领导在谢铁离档案中 发现他曾在文工团当过戏剧教员 就让他负责筹建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 也就是今天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 当时的谢铁离自然清楚 教授电影表演与给文工团战时上课相比 区别很大 这是他跨入电影界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而作为表演艺术研究所招收的第一批学院中的一位 戴光熙至今还记得 那位与众不同的谢铁离老师 我觉得还挺清楚的 谢铁离他也不太讲话 也不太来批评你的 倒是很温和的那么一个人 谢铁离相当于我们的系主任那么一个教授 但是实际上他跟我们同学一块来听课 那个时候把文艺界的文化部的那些有名的人请来讲课 我就坐在最后排拿个笔记本跟学生一样再学 斯坦利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 他说还是看了不少的人戏都经常看 就在谢铁离把自己当成一名电影界的新兵 努力学习的同时 他与老战友王霞的爱情也终于可以进入婚姻殿堂 王霞与谢铁离一样 也是从部队文工团调入北京的 1950年春天 谢铁离和王霞还特意到北京中山公园拍摄合影照片 这是他俩生平第一次逛公园 他们的笑容和眼神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望 1950年夏天 电影局举办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集体婚礼 令谢铁离印象深刻 在电影局结婚典礼上 我先是在抗尔战 恋爱在解放战 结婚在青春国成年以后 而且我最后做了一个白头谢老 谢铁离结婚那年26岁 成家以后 他将全部的经历都投入到学习电影创作上 并且有意识地逐渐脱离行政管理工作 慢慢向电影导演岗位靠拢 1953年 谢铁离担任电影局演员剧团常务副团长 1956年 掉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后 曾经做过电影邻家铺子的副导演 受到过导演水滑的一些影响 1959年 34岁的谢铁离终于有机会独立制造一部影片 那就是讲述1958年福建海皇前线 对敌斗争的故事片《无名岛》 因为这是一个跟战争有关的片子 谢铁离他有战场的经验 所以他一开始觉得 觉得好像并不会那么困难 因为他是他的处女作 他自己也说并不是那么的成熟 他主要要学习电影到底是什么 电影的语言到底是怎样的 谢铁离从进入电影界 到独立导演第一部影片 走过了近十个春秋 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无名岛》 尽管没有给谢铁离带来什么辉煌的荣誉 却证明了谢铁离由一名文艺兵 转型为电影导演的成功 也因为这个原因 1960年 当北京电影制片厂 选中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咒语》后 就把这个设置任务安排给了谢铁离 针对这个讲述 1946年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的故事 谢铁离又该如何进行电影化的表现呢 谢铁离看了大量的电影 他自己就是非常善于学习 善于从学习当中来总结 所以他对这个人物的塑造 对土改的这些描写非常准确 让我们吃惊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内容层面的东西 让我们吃惊的还有这个影像层面的东西 在影像层面的探索 是非常大胆的 那么这个影片完成以后 不仅是谢铁离的代表性作品 而且也是新中国的代表性的作品 就奠定了他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地位 《暴风咒语》 这个影片和谢铁离为了很大的功夫 包括他的演员的使用 余杨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电影 得到了更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同 我们习惯上就认为谢铁离 可能就会在这个路子上走下去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 是什么力量促使谢铁离刚知道完两部影片 就敢于尝试不同的风格进行转型呢 其实这与周恩来总理的鼓励 有直接关系 1961年6月 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桥饭店 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 谢铁离指导的暴风咒语在会上放映 得到了与会人士的一致好评 6月19日 周恩来总理亲与会场 他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流行的套矿子 抓垫子 挖根子 戴帽子 打棍子的五子登科风气 强调郁教娱乐 鼓励文艺工作者要解放思想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带给谢铁离很大启发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说得很准确 要寓教与娱乐之中 拍每一部片子都有了一种创新的探索 要珍守历史创作规律 我做了很多书 八五四以来的民族基本上都多 后来我就改变早晨二月 谢谢来到北京 到了早晨二月的时候 这特别就是一种扬眉吐气 然后一气风发 斗志扬扬那种感觉 一个人在做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拍他真的想拍的东西 我能感觉到他说在拍 就改编呀 新冠新库 然后拍摄的时候 就是很快乐 谢铁离指导的第三部影片 早晨二月 改编自柔实的小说 讲述了1926年大革命失败后 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肖建秋 来到芙蓉镇教书 和寡妇文嫂 还有同学妹妹桃兰之间发生的心路故事 谢方在谈到他创造陶兰这个角色的时候 很多动作和细节 谢铁离都有设计 除了得非常准确 你为什么这样的看着我 因为 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你 给你 什么事啊 孝先生 快 彩莲的妈妈 吊死了 全教室的教员一下都回来了 震惊了 肖建秋正的批学生作业 他非常震惊 要演说了 我就在哪里表现他的心情呢 就是他能说毛病吗 要插这个鼻套 这个鼻套 这个手抖了就插进去 这个就是表示他内心的激动 表面上有颜色 我们看到谢铁离在创作当中 他是有自己的坚持 又能够让观众接受 所以他的整个的叙事 往往到来 然后通过铺垫完成情绪升华 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 就是说 你的倾向 你的思想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一定要隐藏在情节和场面当中 在情节和场面的当中 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我们现在的很多电影 直奔主题 把一个口号喊得非常响亮 但是他没有艺术感染力 他不能有效的去让我们观众认同 谢铁离有很深厚的生活基础 又善于学习和接受不同的艺术风格 他就有可能创造自己的风格 《早晨二月》 这个影片18次过起 二三次轴 这些经典段落都在中国当代电影市场 留下了浓美仲裁的一笔 《早晨二月》 成为了我们新中国电影的一个经典 这时候明天他还在谢铁离 这张也是《早晨二月》的工作照 这个是他 如今人们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 参观导演谢铁离的展位时 看到的影片就是他的代表作《早晨二月》 然而当年这部影片完成后的命运并不顺利 尽管在1961年选择拍摄《早晨二月》这个题材之初 谢铁离是响应《新桥会议方针》 但是当他完成这部影片时 已经是1963年 当时的创作方向已经发生了改变 谢铁离的《早晨二月》就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片中塑造的肖剑秋这个主角 是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其实这个风向已经变了 就是说这个片子宣扬了这个人道主义人性论 这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当时是 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 谢铁离当时吧 就是说实话也是当头一棒 谢铁离的巅峰之作《早晨二月》 被安排在全国大中城市放映 组织人们批判 这种遭遇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好接受的 然而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谢铁离 意志力并不那么脆弱 相反 他依然保持着自己性格中的那份平静 回忆起那段时光时 谢铁离的语气里充满乐观的情绪 我们叫劳动 这个劳动呢 那个时候 积极没有什么可劳动的 你已经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当时还是 有个大的煤队烧暖气啊 什么的 就从把这个煤队 要到 要挪到那个方向去 就拿锹啊 那么多人呢 那鱼子要弄了好几天呢 那要弄好几天呢 那我去 挪完了以后呢 又没事做了 再挪回来 我们说 倒霉啊 谢铁离用一种自我解嘲的办法度过了那段岁月 1968年 谢铁离的处境出现转机 由于谢铁离是15岁就参加了新四军 又是从部队文工团转入电影界的 这样的履历 使得他有资格为安排导演第一部样板戏电影 《智取微虎山》 那个是提出两个 一个你们要原于舞台 再一个你拍的也要高于舞台 发挥电影的时候 一句台词一个唱片都不能看 拍这个嘛 搞了快两年 样板戏自出于不少 当时影响非常大 那么样板戏 当然它要在有很多 我们就不去讨论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但是就是我们看到就是 说《智取微虎山》的这种 很多的这种段落 它其实就是说 有很多这种现代性 谢铁离在创作当中都有设计 谢铁离在导演完《智取微虎山》后 有几年制造的样板戏电影 《红色娘子军》 《龙江宋》 《海港》 《杜鹃山》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八亿中国人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 而其中有五个样板戏电影 都是谢铁离导演的 这样的经历不由得令人感叹 谢铁离他做什么事情 他分层感掌握得很好 他什么时候都能生存 而且也能适应 也能搞出艺术作品来 但是还不掉缝 有的人就显得雕费了 就觉得好像是投机所号 或者是银河什么 他也没显出这点来 但是他能够在夹缝当中求生存 还能够讲究一些艺术 这是他高明之处 采访谢铁离导演之前 那时候有一个特别 就是根深蒂固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人是历史的人质 就是人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 是很弱很弱的 了解了谢铁离导演 我越来越觉得性格决定命运 其实我觉得人还是有选择 然后有选择 其实就有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 我觉得从他的人生 我看到了这一点 1975年 谢铁离已经年近50 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 观众审美的提高 有人不禁担心 性格平静的谢铁离 是否能跟得上变化的时代 继续掌控自己的导演事业呢 我这种感情呢 幅度启动变化 不是太大 就人家有时候跟我开玩笑 那你当导演呢 怎么处理青蛮问题 我说啊 我当导演呢 我就按那个规定情景来处理 就是说 你要把这部电影究竟他的内涵 你把握了什么 你这个怎么没有搞清楚 那你给观众们是什么 谢铁离有信心跟上时代的脚步 通过投入的创作 谢铁离让人们看到 他对不同风格影片的驾驭能力 1983年 谢铁离又指导的电影《包氏父子》 影片讲述了在三十年代的一个江南小镇里 一位贫苦的父亲和他虚荣的儿子之间发生的故事 整部影片没有离奇的情节 谢铁离准确运用讽刺手法 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悲凉 我要的是斯丹康 斯丹康 你以后不要在路上叫我 库垂 你说李等男对你怎么样 那老头是谁啊 不相干 《包氏父子》是一个具有讽刺幽默感的一个片子 谢铁离有很多细节 搞得是很不错的 这种东西都是真正的电影手法 电影手法不是其他的尽头 而是用尽头语言来刻画人物的心理 这些方面表现的挺好的 曹仪是去年做的 现在穿起来还跟新的一样 交费的时候 跟先生说说情 总好是少交一点 你去交 我不告诉你你去说情 人家看见都还真 就在影片《包氏父子》上映的同一年 从远在葡萄牙举办的第十二届 《飞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集上传来消息 谢铁离导演的《早春二月》荣获评委奖 从1964年《早春二月》拍摄完成 到1983年获得国际大奖 时光已经走过了近20个年头 时代不同了 不变的是谢铁离对电影艺术的那份热爱 从34岁独立直到第一部影片开始 到76岁完成自己人生最后一部影片为止 谢铁离导演了近30部故事片 然而当经历时代风雨 宝尝创作艰辛的谢铁离 回看自己的人生录史 却依然表现得非常平静 那本书完成了 我当时用了一个挺诗话的题目 我说叫《春天的火焰》 我说谢老师您看这个名字行不行 他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吧 两部跨声评 就是这五个字就可以概括我的一生 第一个是参加革命 第二个是参加电影视野 谢铁离他永远都表迁去 他就像一幅中国画一样 很淡很远很有意气 表面上波澜不惊的 但是他内心很强大 内在很自足 他心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精神花园 2015年6月19日 谢铁离的精神花园成为永恒 90岁的谢铁离与世长此 一部伟大的作品就此谢幕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谢铁离生前合作过的演员 同事们用不同方式与他告别时 谢铁离的英勇笑貌 仿佛还和从前一样 那份平静从来也没有改变过 在电影剧结婚典礼上 我说到一个要赔头谢老 计划我兑现了 我可以讲一生五二四 一生很简单 大人 我们下rites delivery 或者 和我们下人 冷卖 我们下人 针进行